同样在7月7日美国打过风 当时丹尼斯打到古巴 但丹尼斯走来走去 他打完古巴和半岛之后 他走去瓜卡纳亚旭湾 由三级风变成一级风 但一天之间又变回四级风 当他打入美国时 就变成美国历史上7月最强的巨风 而到7月10日 这个风已经影响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阿拉巴马州 密西西比州 最后对美国的选位是25亿比金 现在听到25亿比金好像很少 但其实是雪上加霜 对于美国来说 但你会看到每一个灾都是有神的心意 尤其是越接近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灾 就更加神的心意更加明显 但在结束的时候 我想给四点提醒给大家 首先我想大家看诗篇133篇第一和第二节 诗篇133篇第一节 我相信在这次四方机制的事件 其实是从我们开始理解关于诗篇133 这个教导是一个好的方案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里面牵涉的所有主角其实是指向这件事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就好像沙龙我们看到 沙龙我们下星期会看到 他其实做到一个地步 就是对美国可以奉承 但是对自己的人民 就导致他们流离失所 即是他可以说真的 如我所说 我们要避免和小心 我们是受高者的话 我们要避免相咬相吞 没错 虽然沙龙是领袖 但是他们也就不了 因为事实上 原来在下星期我们会说到 当八月他做完这个大清晒之后 几个月他就中了风 到今时今日他还是一个植物人 虽然他已经八十多岁 还坐在医院是一个植物人 而实际上我相信沙龙 就是等于让我们理解近代的 即是他可以说我们这一代的扫罗 或者这一代的米尼 究竟圣经里面扫罗和米尼 犯了什么事呢 你会看到他们都是受高者 第一他们是以色列人 米尼犯是一个先知 当时是摩西的姐姐 苏罗是神所高纳的一个皇帝 他们一定是受高者 但为何他们最后结局这么惨呢 米尼犯可以说他名誉扫地 苏罗是死在野地 像一只死的野狗一样 为什么呢 我们尝试看文数记第十二章第一节 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 米尼犯和阿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 就为旁他 说难道耶华丹如摩西说话 不也与我们说话 这话也华听见了 然后你看到第十节说 云彩从汇幕上流开不了米尼犯 掌尿大麻疯 有说哪样白 首先大麻疯是当时代是一个很重要的传染病 一间屋一件衣物一只野兽 一玩大麻疯就要报废了 人就要直接隔离 从整个汇众隔离 但是神要看到在这件事审判米尼 明明他是受高者的 但是为何神审判 因为他只是说错一句说话 明白吗 这个让你知道 原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图表 我想大家去看看 原来我们初初信主的时候 你的祝福会小 但是相对于你犯事的时候 你的审判也会小 但是你越信主多 你的恩高越大 当你做得对 你的祝福就越大 并且那个成功就像排山倒海那样 但是审判其实相对大 而去到你极之成功的话 大祝福会带来大审判 这个就是非神去知 但是很可惜就是 很多基督徒到现在都不信 他直接是不信 你只看他把口印时 背后讲领袖 你就知道他根本 绝对不会相信这件事 但是很奇怪 这些基督徒是信祝福的 有些人又说信伯伯祝福 又信神祝福他 但是他不信 这个神会审判 米尼尹就是这样的例子 米尼尹犯了这件事 而导致他受这个审判 大家所说的沙龙 他也是这样 他在这件事当中 在这个时代神 其实对以色列人的祝福越来越大 但是同样 对伤害他们的人 神的审判亦越来越大 接下来我们看看 撒母尔记下 第1章第14节 这里就讲到当时 是苏罗和大卫之间很有趣的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苏罗也是神高的 他简直成功排山倒海 因为当时他是以色列的第1个王 而神保护他 祝福他 甚至他有预言的恩高 他是一个普通的人 普通的竹子 但是神恩待他 甚至有预言的恩高 肯定不是他自己修炼回来的 是因为神给他的祝福 成功排山倒海 但是就是这么特别的 在这么多年 我看到一些普通人 我说普通人 他自己也知道他不配 神也知道他不配 他自己也说自己不配 但当神祝福他的时候 他真的叫他成功排山倒海 但是当他排山倒海 拥有这个成功 他就叫我 他就起来去 去审判人 或者起来去批评人 苏罗就是这个人 他是一个竹子 你以为他是先知 他不是先知 神恩高了他之后 他成为皇帝 但之后 他一直是想杀大卫 但是大卫一直都是神的受高者 所以苏罗在 苏罗眼中只见到大卫这个人 他虽然是受高者 但他也是轻看了恩高里面的原理 他因为受高 而他成功 但他不可以 去伤害另一个受高者 但是他因为他这样做 而导致 他最后 被杀 而当他被杀的时候 大卫也说了这句说话 《审美记》第1章第14节 大卫说 你身手杀害耶华的受高者 怎麽不畏惧呢? 大卫叫你一个少年人来说 你去杀他 大卫对他说 你流人血的罪归到自己头上 因你 亲口作见证说 我杀了耶华的受高者 少年人就把他撒杀了 你要看这里就是说 大卫去杀这个人的原因 最主要就是因为什么? 因为索罗仍然是神的受高者 但是他虽然是受高者 但是他因为伤害大卫 而导致他拥有了受高者最大的就座 而没有那个祝福 他到晚年里面被鬼附 他到晚年里面甚至是 活在恐惧当中 可以说他的家庭也好 他的事业也好 他的身体也好 连他的理智也好 都是一个失败者 而在第17节开始 大卫就为扫罗作一个哀歌 但里面在第21节 就说到 扫罗现在的遭遇 就好像是没有了 恩高的人 他的保护 是缺乏了神的恩高 所以他说到 这首歌的对比 就是扫罗的盾牌 是没有了高人 即是说 扫罗是没有神的恩高 他怎样 去保护他 第21节 基利波山 愿你那里没有如劳 其实就是因为扫罗写在基利波山 愿你田地无土产可作共物 因为英雄的盾牌 在那里被污 雕气 你看 原来一个受高者 在一边受灾祸 连地都会受走 那个地的气候 那个地的土壤都被走 你知道受高者的威力很大 带到有时连受高者自己其实也不太知道 你知道吗 带到就是说那个地方以后的气候 可以因为这个受高者死在这里 而永远被改变 你知道吗 是这样的吸数 因为我经常说 有时历史是围绕着 神的受高者去旋转 索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没油 第22节 约拿丹的弓箭 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 索罗都见 非否勇士的游不收回 而你要看到 米利安 索罗 沙龙 他们 在他们晚年所遭遇的事情 原因都是因为他们难为神的受高者 而他们所得的结局就是这样 而《诗篇133》就很有趣地说到 就是说到关于神的受高者 成为整个诗篇的中心 但是他说到一件事就是我们怎样可以 承受恩高 有时你生命当中可能有机会去接触 一些受高者 但原来最好的方法就是 使得他身边的人能够一起和睦同居 原来他就说这个就像头的恩高一样 这些恩高的头友就一样会流到 他的胡桑一样流到他的依盖一样 你一定有份 原来你在一个有承恩高的教会当中 使用这个教会和睦同居 是最基础 最美好的方法 去受高 所以《诗篇133》就用第一节 去形容这个图像 这个是什么图像 你实际行真理的方式 相似真理的方式 我们做的 如果可以打开 我特别打开 不信 就说 即使你 想像